89级真的良心的给了一个90级的武器啊 可以实现了无级别的梦想 虽然跟简易是一个造型 来看一下啊 果然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大堂啊 当时的他也是个大堂 2007年2月14号啊 过年期间啊 跟叔叔啊 去叔叔家跟哥哥什么表弟玩的时候 一起去了网吧 2月14肯定过年期间接触的梦幻西游啊 山东玉区景秀川福气都合没了 大堂官府最高修炼工修衣啊 经过帮派弄过150点帮贡 点了15下修炼 一下修炼花3万啊 15乘以个3啊 这个修炼花了他妈45万游戏币 花了3块钱啊 3块钱点的工修衣 这个他是中间可能还是吃过什么单 什么果或者是老玩家回归得的 我说回我刚才的话 这45万不是他得的 应该是老玩家回归 所以在某个阶段给了你什么金单啊 你连4块钱3块钱都没花啊 辅助技能啥也没有 师门技能的话70啊 这个89级师门技能 其实是当年的差不多水平吧 这个加点呢 也是受到主流这媒体的影响 直到多利加点是对的 装备能留下来的不多啊 这次老玩家回归 登陆就送无级别 89级给90级的无级别也挺好的 能得个无级别成就 还有个师父叫火云逍遥啊 火云逍遥07年拜师那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功夫呢嘛 功夫202年排的08年 留给我们看的东西太少了 有一个泰山的第五狗 没有泰山的第五狗 升到7级可能是想领悟一下试试 野鬼应该是抓的野生 看看好友吧 好友还是挺多的 有火云家族火云逍遥 火云邪魔 火云书生 这是你同学是吗 翩翩少侠美特斯上帝豆芽 凤武花葬 飘渺这区没有人了老逼 施主请给我爬 07年以后的号就没有太多的这种识别性了 再往前一点04年05年的网名有意思 guests 订阅 的人